哈喽大家好,我是米糕 我们又要来逛梦境岛啦 今天要来逛的是一位大神制作的南洋风度假圣地 现在还是夏天正元热的时候 刚好这座岛也是以夏天为主题来打造的 是一座非常厉害的度假村 那我就跟着大家一起来体验吧 我们从床上下来之后,大家应该都有注意到 作者所有的植物它只有种椰子树跟株子 为了打造出夏天气息的感觉 树木的选择非常的讲究 诶,有看到其中一个岛民 是番茄酱耶,好可爱哦 回到广场的右边可以看到它这里设计了一个花篮区 这个小空间设计得非常的厉害 有用椰子树还有甲板的地板设计来包围出一个空间感 在上面的路边摊还有摆满一些用花来制作的花罐头饰 底下再用雨伞的设计摆满了好多花篮 我觉得这里好像是要来制作花圈的地方 可以让游客来自己DIY应该还蛮不错的 那接着我们往下走 很简单的椰子树还有不规则的沙子地板 就把南洋风格的热带感觉营造出来 往左边走也有看到用甲板来设计的休息区 跟附近的环境做搭配真的非常的自然好看 大家来到这里的话也可以喝个椰子水休息一下哦 继续往左边走就是它的机场路口 那它也是属于机场跟服务处很近的一座岛 从机场走没几步路就可以到广场 很多人都卡在机场跟广场的设计 那这里就给大家参考一下啦 左边继续走回来到博物馆的造景 使用了巨石镇还有好多的石像还有化石来做搭配 看起来也非常的好看 博物馆后面这里的斜桥设计也超级好看的 你们看这整个造景的设计也太舒服了吧 制作斜桥的用意就是要把后面的空间打造出漂亮的风景 好多大神都是这样制作 那我也想要学一个 真的很厉害 很像走在画中的样子 既然看到小论就来骚扰一下 博物馆的后面呢还有露天的酒吧 仔细想它的博物馆好像不是什么重点 酒吧才是大家度假会想来的地方吧 这里有吃有喝还有乐团的表演 谁会想去这么闷的博物馆里啊 酒吧参观完之后我们继续往后面走 这里也有用一个用瀑布制作的风景区 附近也指出围绕的感觉有点像绿洲的样子 再往后面走就是它湖地沙滩的造景 在甲板上也有摆一些躺椅让大家来观海 沙子路也有铺上桌巾的设计 营造出像是在沙滩露营的感觉 接着我们往右边走 从阶梯上来之后是小动物的住宅区 铺了池塘的设计来当作庭院的样子 在另一栋住宅区有发现雷妮 这只小青蛙也好可爱 继续走来到作者的家 那他的家外面有一些座位区的装饰 右边的话也是座位区 那因为建在高地它的背景很讲究 住宅的背景可以弄成这样 已经算是豪宅了吧 这个风景也是很厉害 我觉得作者可以把他的家里打造成民宿来出租给游客 这里除了风景好 底下就是一个露天的酒吧 没事就可以下来喝个过瘾 隔壁还有用甲板来打造出超美的游泳池 来这里度假真的超舒服的啦 目前看下来我觉得除了博物馆可以不用进去参观之外 其他地方真的都好棒 这才是来度假该有的样子啦 泳池往上走看到一个斜桥 那大家看到斜桥应该就猜到这里又是一个风景区啦 配合斜桥打造的风景区已经是作者的标配了吧 继续往上走会来到另一栋作者的家 这里打造的是一块烤肉区 在沙子路搭配使用的原木家具 真的让人有营造出在海边烤肉的感觉 那在烤肉区的右边 作者还有设计激烈的运动 如果你刚吃饱就可以来这边运动一下 多跳个几次你吃的东西就差不多吐光光啦 接下来是他的商店布置 商店右边也有摆满用雨伞来做的水果箱 这里应该是他的仓库吧 商店的外面也有沙滩酒吧 在这里也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 我们回到左边 这里也有用桥打造漂亮的风景 作者把左右两边用悬崖建起来 中间在挖掘出河流像是溪谷的感觉 再上面就是美玲的家啦 美玲家前面都是一些美人鱼的梦幻家具 感觉跟美玲还蛮搭的 旁边还有洗衣服的地方 这里弄得超可爱的 那继续往后面走 这里是阿德住的地方 阿德喜欢看书 外面也有放一本书让他阅读 那我们往后走到底 终于来到作者的露营底了 这里是用第三层的高地来打造的 而且把露营底放在最后面的位置 所以背景都是蓝色的天空 看起来也是蛮漂亮的 那最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居民的住宅 外面的家具也有特别选过 跟房屋一样是橘色的 感觉出作者对每一个居民的细心程度 那我超喜欢他外面的瀑布装饰 地形上也不会太复杂 整体浏览下来真的超好看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大家会喜欢今天逛的岛屿 趁夏天还没有结束 赶快来这里度假吧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也可以点个喜欢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这下部影片再见啦 拜拜